猫咪屈虫周期一般是根据屈虫药的部位来决定 从屈虫部位来分 分为体内屈虫和体外屈虫 一般情况下猫咪体外屈虫是每个月进行一次 而体内屈虫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在给猫咪使用屈虫药后 猫咪的抵抗力会下降 所以应避免过多的改变猫咪的生活环境 而造成猫咪应激反应引起生病 同时也应做好猫咪的疫苗接种工作 并且因猫咪在生活中爱舔食自己的皮毛 因此肠道内会堆积大量的毛发 所以主人应该定期给猫咪四尾化毛膏 避免体内毛发堆积而造成胃肠道阻塞